中国走上大国博弈风口浪尖 情报站就在我们身边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我们中国走上大国博弈的风口浪尖了 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所有老百姓都必须关注的问题了 今年的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官媒接连接批了多个典型的案例 就是要提高中国老百姓的安全意识 过去我们中国的优势工业和先进技术很有限 所以大家都不够重视这个安全意识问题 甚至网络上掀起骂战的时候 还有不少人会拿抓50万间谍来讽刺中国人 太敏感了 但是这些年 随着我们中国靠近国际舞台的中央 情况发生了变化 所谓的50万 那真的可能就活跃在我们的身边 国内的极起间谍案 以及国外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案 都指向了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的对手正在变得不择手段 连平民百姓都已经成为了他们攻击的目标 最近官媒重点报道了几起大案 包含了窃取我们中国西土的收处和指令性计划等信息 窃取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援助 海外反华组织策反了中国的留学生等等 可以说敌对势力是全面出击了 都涉及到了粮食等与民生相关的方方面面 而且不仅是社会人士 连还在校园里的学生都不放过 可见国家安全斗争的形势非常之严峻 其实我们中国与国外对手组织的情报站 作为总体站的一环早就打响了 而且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 明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空间 从最近俄罗斯的案例来看 与美西方打国家安全战的重点 不仅仅是信息战 还有反恐战 这些年随着美国手头能够用来牵制对手发展的筹码 是越来越少 美国政客的质量是越来越低劣 他们已经从输出局部战争 转向了对外输出恐怖活动了 大国博弈的时代 美国没有资本 他也没有胆量复合类似于伊拉克战争那样的 速战速决的冲突 而策划恐怖袭击 就成了他们降本增效的对外干涉手段 只需要训练几十个 甚至几个人 就能最大限度的在对手的国家制造混乱 甚至还成功打击对手的关键基础设施 从北溪2号被炸毁 到最近的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案 背后都少不了CIA的影子 更重要的是 美国及其代理人策划恐怖袭击 所受到的惩罚近乎于零 北溪2号被炸毁至今 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了 但是美西方所谓的联合调查 结果迟迟不能披露 很多国家甚至干脆退出了调查 莫斯科恐怖袭案背后明明就是乌克兰和美国在搞鬼 但是几乎所有的国际主流媒体都不约而同的当了一回争利而下 所以美国及其代理人一次次得手 他已经尝到了甜头 那未来针对中国的袭击 不排除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民众要做的就是要严防死守 警惕身边的安全漏洞 在那些不怀好意的黑手面前啊 注集到全民安全意识的护城河 我们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 如何保住发展中国 保住安稳祥和的生活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思考的课题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聊